我們來看疫情的發展的熱力圖 各位可以看得到這一張 在5月8號之前 我們只看到一點狀在萬華 還有零星的在短橋 在中和 甚至在剛開始發生的五谷的地方 到了 5月 15號前 各位可以看到 從萬華的區塊 就慢慢慢慢慢慢的延伸 慢慢跟板橋 中永和 整個慢慢 稍微 不斷的再擴散出來 這是5月15號之前 可以看到 從5月15號 到5月22號 突然 大幅度的信速的 那年出來 病毒速度之快 讓大家 措手不及 無法控制 這個最主要的 一個因素 是因為 在5月22號 之前 地方 在掌握的信息上 因為中央的系統塞車 所以地方 面臨 沒有辦法很確實的到掌握到 整個信息的傳遞 所以地方在執行上 就沒有辦法擴大匡列 以及擴大隔離 讓整個病毒 照正回歸 不斷連續了16天 這也是 從5月22號 當天 我們才知道 我們才知道 原來有很多 我們看不到 我們追求不到的信息 已經大幅度的信息的 那年 出來了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看到 5月29號 那年出來以後 我們從5月23號 我們就開始採取 熱區防疫中心 的整個作法 以及 小規模小規模 趕快把 切診者找出來 把家庭的 傳染鏈 趕快阻斷 所以從5月22號 我們 不斷的 去 擴大 所有的控制面 所以慢慢的 才把這個疫情 稍微 穩定下來 那穩定下來以後 我們不斷的 把 所有的 整個傳播鏈 透過 低度更低度的活動 目前到6月5號 整個趨勢的發展 就看起來比較穩定的 緩緩的在往下走 所以可以看到他整個昆布圖 就慢慢的擴散出去 就比較善 但是要值得注意的 這個善 可能涉及到 已經走到 這當中慢慢也從 這個新北 雙北 的延伸的周札的幾個 區塊 在延伸當中 包括我們的汐止 包括我們的淡水 這些都是慢慢延伸出來的 所以在這裡 在熱區 我們不斷 要 出來廣塞 更要保持 更低度的活動 那在郊區 在周札區 一定要各個找出來 給予撲滅 用黃衛保衛戰 來打這一場戰役 所以是從 整個 我們的熱力發展圖 來看 在延伸 在延伸 也 在延伸